这次圆归台风带来强降雨和陶大雨双管齐下 造成花莲严重农损 除了较为明显的农作倒幅之外 瑞穗五鹤茶园碰上20年来破千公里的雨量 造成茶树茶叶严重水伤 这期的茶叶情几乎泡汤 但由于灾害不宜查看 农民担忧受灾无从协助 第一时间到场关心的县长徐正伟表示 将会全力协助 连续五天的豪大雨今天终于放晴 瑞穗五鹤茶园茶树立于盎然一片欣欣向荣 不过看在茶浓眼里心却疼血 现在是开始要采收的时候 像现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 像这个茶都已经开始已经在 就是它本来是很正常的嘛 现在整个都黑掉 而且这个茶做起来的话 它品质也不佳了 这一次原规台风强降雨带 与豪大雨霜管齐下破了五鹤地区近20年来的雨量纪录 但由于水伤就如内伤一样 外观灾情不予查看 农民忧心受灾却无从协助 那由于它外表并看不太出来 那站在农会的立场会协助我们的勘察单位 来去做一个认定 那我们也会请茶叶改良厂专家 那做一个这个茶叶的一个损害的一个认定 那我们也要再次呼吁所有的茶农 那尽快到我们的乡公所来申报这个灾害 中央市黄盛黄接获茶农曾经反映 昨天也联系上级农政单位 期盼能够正式茶数水上灾情 尤其县长许正卫也高度关切 第一时间就直接到场看灾 没有光泽 正常大约应该有像这样光泽 但这个都已经没有光泽 这个都已经受伤 丢来凶了啦 所以它这个算是茶叶水中毒的 那看我们整个茶叶的面积 大概70公顷 不论是灾害的提报还是后续灾损的判定 天然灾害救助或者是制裁的补助等等 立茶农优先的这些问题 现场许正卫表示 也将全力协助减轻农民的农灾损失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